认识期糖尿病打不打胰岛素对胎儿的影响 它这个不是个直接的答案 严格意义上呢 如果在医生的指导下打胰岛素对孩子只有好处 因为我们认识期糖尿病呢 85%的人是不需要打胰岛素的 只有15%的人 这一步小部分人通过这个饮食啊 通过运动这种的调整以后血糖仍然高 这部分人是需要打胰岛素 打胰岛素的目的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胰岛的 不能负担你和孩子的 需要这么点咱们就补充这么点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的血糖不能太高 造成对孩子的健康的问题 所以打胰岛素如果是在医生的指导下 对孩子只有好处 当然如果打胰岛素的另一方面所谓的不好 实际上就指的胰岛素用药期间的一个低血糖反应 那么还是因为你的打胰岛素